抗議 台北不是八毒戰 市員楊詩城 陳江山 以及多位暖暖區里長和居民 到八毒火車站前拉白布條 抗議有13個班次的自強號和舉光號 過展不停 20幾年以來 每一班都可以 北斗車是一個轉印站 是一個大站 不但沒有 以前是相當的防滑 為什麼落到今天 這種這麼落寞的地步 反而還要把我們停掉13班 所以說我們很多居民相當的不滿意 又要改制 就是從基隆發車有四班的自強號 四班的自強號 只有一班有停八毒 而且直接到台北 松山站也不停 這個111班次應該要比照往前 基隆地區的民眾也希望 每天通勤我們台鐵列車 從基隆到台北 希望在36分鐘以內 那我們原先 111次有停靠八毒的時候 運轉時間是40分鐘 那改點以後 我們就維持在36分鐘以內 然後我們希望它恢復 655每天行駛 停靠八毒站 八毒是4點50幾分的一個 很早的一個車子 那目前來講台鐵 為了要增進我們行車的安全 我們夜間 對於我們行車保安設備 我們規定的養護的時間 是5個小時 所以說我們在禮拜一到禮拜四 我們有把這個 花東到台北的夜車把它給取消掉 還有從花東回來的車輛 只有停部分而已 很多都不停我們八毒站 十三班從花東開過來的 自強號沒有停靠 我想我會把意見帶回去 火車不停靠 對地方光光的衝擊 試驗養師城提出疑慮 我們現在所有的發展 都集中到七毒去的時候 八毒勢必變成焦條 我看它現在站前 這個旅館已經close好幾年了 表示說地方沒有均勻發展 過去我們強調的整個 阮東峽谷的發展 任其凋零了 主要是人呢 沒辦法在這個地方做自由行 因為火車沒有靠站 火車不靠站的話 人就沒辦法做自由行 這個地方可以自由行到哪裡 暖龍峽谷一直到有瑞 八毒火車站站長表示 其實民眾反映的這些新聲 早已往上乘爆 地方民帶和居民再次站出來 希望台鐵局可以聽見大家的新聲 記者鄭君云此部報導 養長 警 supplement 警告